大家好 又是《向左望》的节目时间 到了2011年3月 大家都知道其实无论是香港 内地甚至全球都有一连串的革命浪潮 由埃及开始 到特尼西亚 埃及 利比亚 甚至我们的内地都有活理化革命 甚至现在香港人不会因为这个财政预算案 而发起这个杨子经革命 无论如何 怎样都好 大家都知道这么多年以来 那种政治的悶局 或者那种政治的不满 不能够再去忍 不能够再去沽息 开始有一些具体的声音或行动走出来 我知道长毛今年除了这么多事发生之外 亦都是辛亥革命 一百周年 刚才你去了示威 可不可以分享今天你做过什么 今天有个叫辛亥革命八周年展览 开幕礼 曾蔭权是主例嘉宾 其他有很多中联办 曾德成都有去的 很明显是一个追怀历史 一个爱国主义的教育 因为无论你喜不喜欢也好 辛亥革命一件事就是现代中国的开始 因为以前只是朝代而已 说中国其实是清朝 就叫中华民国 我在那里喊口被人推了出来 社民也有其他人在扔东西想冲上台 被人移植 其实都是骚扰性 但是其实都不谋而合 我觉得一些政治的患局 我们就会往后看 政治如果不是太沉患低迷 最少都会不是向前看 都是向最近看 就不需要找一百年 即是《莫里花革命》 辛亥革命不育而同 在低迷的时候 大家都希望纪念辛亥革命 来寄议寄堂 是 憑革命寄议 予慶祝宣言 书浩华也是这样说的 臨死的据说 台湾当然会搞 中共都搞 拔了钱出来搞 所以大家就讲 《莫里花革命》 但问题突然间有个叫《莫里花革命》 即是在1911年的10月10日 就是《莫里花革命》 现在2011年的1月就有《莫里花革命》 当然大家都很忌諱 不知怎样说好 其实讲《莫里花革命》也很难说 你说过49年才没得说 因为有另一个革命 共产党领导的另一个革命 推翻了《辛亥革命》的道统 国民政府 国民政府 即是很难说的 所以我不知《莫里花》想说什么 《莫里花革命》也不知他说什么 跟他说要搞孔子 我觉得其实都是看到 可以说在思想上 穷途末路的表现 即是向侯汉 向侯汉都搞不清楚 照怎去哪呢 其实今天我想去喊喊 口号都喊不到 就已经被人推出 因为他去到六七个人推我 其实我想说 车谈民权压制普选 车谈民生 就是结贫制库 就是荆检 很多人说《辛亥革命》 当然最后成立民国之后 最后来说就是一个革命 其实是一个政变 很多革命由政变开始都不出奇 因为大部分的革命 他们是否全国一起革命 即是多数在首都或重要的城市 夺取政权之后 其他人就开始宣布脱离政权 这就有点像利比亚 利比亚或甚至是新派革命之类 要徹底的变革 要权力有一个大家用宪法规定的政权来行使 有政体就一定有国体共和 即五族共和 我觉得到今天来说 纪念孙中山先生的民族主义 老实说有何理由五族可以一起共和 是非常难的事 其实当时也不一定是五族共和 有邦联的 其实收入革命之后 我们的旗我记得好像六种式 一间间表示旗族在联邦 实际上即使到民国成立后 都有联省自治运动 毛泽东自己也是其中一个搞这件事的人 居除张敬尧 湖南省人就管回湖南省 每一省有个自治政府就联在一起 即是好像邦联制 即是这样 即是这样 所以如果你说纪念这个 即是纪念这个 即是纪念这个 其实纪念什么呢 纪念那天开枪 在蛇山起义 全国通电倒台 因为事后建立的民国 其实中华民国的成立 固然是一件大事 因为清朝北京太腐败 但中华民国的成立 其实真是跌跌碰碰 军阀都根本不肯让权 国民党成立了之后 又搞个人崇拜 宣誓效忠孙中山 按手印 后来就是因为 俄国的顾问 就跟孙中山说 我们的党没用 根本就改造国民党 你想想 国民党第一次代表 全国代表大会何时开 是1924年 共产党1921年就开 但国民党成立了很久 没有全国代表大会 每个都向孙逸宣誓效忠 精神领走 其实我都不知大家想纪念什么 如果你说相对于满清来说 肯然是好过满清 但军阀仍然都国居 如果你说想用辛亥革命 来影射共产党 共产党搞不住 而且很难比较 刚才你长毛所说 曾特首特区政府的班底 甚至是中联办人 去一个辛亥革命 八周年的展览 尽有一个开幕仪式 我觉得很奇怪 第一件事就是 因为你知道特别现在 很多时候都会将 现在内地政治的腐败 归咎 或者甚至是将它等同于 一种满清末期的腐败 没有能 我觉得如果共产党 甚至将辛亥革命 将它包扬 或做一种战事宣传 我觉得会否真的有反效果 所以共产党在 紀念辛亥革命的时候 当然是会锁定 或者是针对曼清 对曼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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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共产党当然跟曼清不同 因为曼清事实上 非常之衰弱 共产党现在 他自己觉得 自我感觉良好 正正日常 这就是他自己说 我们有自我完成的能力 共产党现在说来说 其实就是劉乃强的说法 第一 你不能够不承认 他是唯一合法的政府 如果你是中国 你承认中国 他是唯一合法的政府 要承认他有自我完成的能力 如果你再搞 你便颠覆国家政权 是不行的 不符合中国人 或者这里可以 订阅什么 是自我完善能力 自我完善就是说 他会在内部有一种 的复修机制 意思就是说 我本质本身是不坏的 只不过是 我们中间有些人 是离开了本质 所以 所以我们 本质既然不坏 我们在里面 好的东西 克服了我们里面坏的东西 就搞定了 所以说自我完善论 他的根据是什么 其实我也不知道根据是什么 第一共产 就是马克思主义 列宁主义 社会主义 他不要 只剩下 毛日东思想 都不要 他现在剩下什么 我真的不知道 所以其实在这个问题上 我觉得在香港的泛民主派里面 不单止是对 很出奇的 就对这个 莫里花的革命 没什么声 是针对 北非的那个 中东的那个 莫里加法革命 对中国的 莫里花革命又不出声 民主党又不出声 所以我觉得民主党在搞什么 他自己很清楚 不如我读一读 有个人就说 有位就是 就是我们的老观众 Lewis Lewis 我读一读 是完全无关的 五一六五区公投运动 我朋友都有投票给公社党 还有我都有尽力叫其他人 在五一六五区公投运动和其公投意义 虽然他们继续宁愿要扑街及自俗地幻想自己是地产财罚李嘉诚 而不肯去投也屠牢无功 市民 南韩的五一八江州事件 江州大屠杀和六四大屠杀差不多 除了全斗换下令屠杀的最高指挥者之外 另一个下令屠杀的更大的指挥抉择者是美国政府 特尼西亚人的抹理化革命和埃及人的人民革命的民主化运动 会不会对中国大陆香港澳门有不少甚至更大的影响 以至对香港澳门中国大陆甚至已经完全民主化及自由化 以慢慢成熟的台湾中华民国的啟發 特尼西亚人的抹理化革命和埃及人的人民革命的民主化运动 香港可能更甚至和分分钟首当其冲当中国大陆 因为香港依然是一个资讯和互联网完全自由流通的社会 包括Facebook Twitter香港人网香港高登讨论区香港独立媒体 不知道你长毛有没有上下网听下不少网友的心声 不一定是年轻人 即使香港主流媒体自我何解及继续做奴才继续扑街都好 以及大部分香港人物不作声都好 都绝对不可以低估特尼西亚人的抹理化革命和埃及人民革命 民主化运动对香港这个资讯和互联网完全自由流通的社会 的一定甚至大的影响 以及可以啟發中国大陆人及国人同胞有样学样 要求中共全面变革及要求中共立即实行中国民主化 从悲观得来不完全悲观加少许乐观的角度去看 他写得很长 他的特长是将很多句子都不停重复 被吊西湾计划 被吊西湾计划 其实就是讲那个 早一段时间热腾腾的規 港澳内地的规划 其实这个规划当然是香港和中国进一步融合的很明显的涨 因为回家了这么多年 十一、五、十二、五逐步香港已经在中国的五年计划 五年计划经济里面被 和一个通盘的考虑其中一个环节 或是被安置 因为大家知道最近已经有一种说法 就是究竟香港在十二、五计划里面有什么贡献 你从这一个论述里面 你都见到其实慢慢那种融合不单止是经济 上大陆买东西、内地人买这么简单 甚至整个香港的长远发展都已经被纳入了在里面 这个当然是大家可以感受到的事情 因为他是公开地说 即是要规划 其实香港作为一个弹圆小地来说 他永远都不会有一个所谓完全独立 或者完全自主的位置 即是在全球的资本主义制度里面 他不停的角色转变 由一个渔港 跟着各洋再给英国人 英国人利用作为一个对华贸易的商贸 以及对华贸易 甚至侵略中国的桥头堡、跳板 一直原变到49年之后 作为中共对外开放的窗口 亦作为英国在亚洲最后一个殖民地 而香港亦由于冷战的展开 以及大量廉价劳工 和陶来的资本 亦展开了一个所谓工业化的过程 轻工业化的过程 轻工业化到70年代尾 就无以为计 因为那时大陆已开放 将所有的轻工业上去做 逐次香港过渡到一个所谓 现在我们所说的 依赖于服务性行业的社会 即是提供金融服务、航运服务 提供服务的时候 当然是为他人服务 你自己服务了多少呢?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 我不是说大陆规划是对的 其实大家只不过是 只不过是见到一件事 就觉得很严厉 其实香港被人规划不是第一次 被国际资本来规划 我们由轻工业的发展 去为全世界的某一些部门 或一些生产部门去做事 就像现在大陆一样 甚至好听些 我们叫转型 转型其实我们转数快 我们性能力强 背后的量数其实是这样 其实很简单 我固然觉得 因为大陆的资本主义 会发展得很快 尤其是贫富延殊之下的资本累积很快 资本的累积 没有地方去的时候 一定在香港那里投资 因为很简单 香港是可操弄 在外国可操弄性比较低 大陆的资本可以透过 特区政府的所谓比政策 或者有些优惠 可以找到更加容易 找到更加多 前一个也是 为什么香港的民主运动 难上加难的原因 以前是纯粹因为共产党 不想香港的民主影响到大陆 现在根本是他自己的 银两资本都在香港 所以有两个原因 是反对这个所谓民主 至于说 抹理花革命 抹理花革命的特质 就是成功 老实说 如果这些示威 其实都不是少 而由特尼斯开始到埃及 都是很简单 就是由一个地方 蔓延到全国 令到原来的统治者 没有办法镇压 就成功 当然现在利比亚就不同 利比亚就是加达菲 因为美国人都很意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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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美国人最近 派银市 等他可以回到利比亚福营 即是其他地方放开 也都剔除了他所谓恐怖主义 流民国家的名单 那里剔除了 突然间 又说推翻他 当然是非常之大 其实很简单 很多人觉得是Twitter和Facebook 起了一个革命 这个固然是因为资讯的发放 和动员 一个媒体是非常之重要 但其实大家要明白 香港有这些事情 为什么香港没有人吹鸡 第一这个就是没有人吹鸡 就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就是有些人吹鸡 又没有人信 这个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特尼斯我不是很熟 特尼斯为什么会搞成这样 我相信很大程度上 和网友有关 因为我不是很熟 但埃及就不同 埃及其他反抗运动 已经存在了好几十年 这个伊斯兰兄弟会 其实他也有议席 虽然他被禁止 但他那些独立议员多到很多 几十个 而埃及也在过去两年有暴动 有大罢工 其实这个由这个大罢工 在一个日山大港 和另外一个港的大罢工来说 苏伊士 我忘记了 大罢工来说 其实已经有一个配模 组织罢工本身是要组织的 即已经有一个预兆在那里了 不是突然间 因为有这两样网络的媒体出现 亦是传统来说 即是变成一个传统 即是说斗争里面有一个传统 所以其实是不一而足的 因为我想很多时候 你说说到所谓互联网 无论你说说到免书 或者说到Twister 当然我记得 其实埃及革命成功之后 其实好像是埃及其中一个 有份搞革命 很多谢那个网络媒体 帮到他们能够令革命成功 但很多时候 如果从一个实证研究角度里面 我会见到这些媒体 我想在现在这个阶段 顶多都是将整个斗争的范围 传播、动员各方面 能够更加有效率 更加深有 如果你一个运动是没有动力 或者是没有传统的话 其实很难 因为老实说你收个短信 明天去哪里 也没有人相信 你可以在大陆 暂时固然一来它就封锁 二来就是 始终走登的传统未出现 就是比较难些 我叫做练习 我说任何的斗争 你不是说 我今天大家上街 整班上街 你过程里面 第一 你要测试到参与者本身 熟不熟悉 或者有没有预备去斗争 我记得一件事 其实在埃及革命的时候 其实后来之后成功了 其实网上都有一个分享 就是说 其实真的有一本手冊 是教人如何去抗争 其中一件事就是说 你千万不要透过Facebook 或Twister 将你约别人的时间地点各方面 跟别人说 因为内政部 甚至一些情报机关 他会知道 他会即场去拉人封艇 这些经验其实 会不会说 某程度上 亦都是作为组织革命的人 要慢慢去揣摩学习 实践革命这个部分 我觉得这个技术的创新 我们当然不会排拒 但你将所有的运动 当地术创新的结果一定不通 是有信心 但信心不是大到 就是说没有你一定 很坦白说 国内如果他不能封锁 手机的短讯 和网络上的Facebook Twitter 当然他很大件事 但你也要有个人 是大家认识才行 亦都要有人牺牲过才知道 譬如很简单 现在刘晓波是谁都不知道的时候 你说刘晓波发短讯 即假设 你都不知道是什么人 所以这个是一个 比较有争议的问题 到底这些通讯科技的创新 是否就是现在搞 类似莫里花运动 这些民众抗争是关键点 我觉得从技术上是 你可以做少些东西 或者你可以做些东西 做得更加好 但最主要是你的国家 或者你的地区 我也有个想法就是 你任何抗争背后 一定是一个由原压力煲 那麽大的那种很深层的誘因 很简单 等于拉登都可以發短讯 或者好像现在卡拉菲 说拉登搞的 你想想一下 其实在这次莫里花运动 基本上证明了几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就是 美国那种所谓输入民主 以欧盟或者联合国家 美国去侵略第二个国家 去带来一个民主制度 是混亂的 因为他打了伊德克和阿富汗之后 现在打到乱了 那个国家都打烂了 那又不算有民主 是吧 因为美国附席的两个政权 其实都是得不到民意的很大的认受 就是证明了 美国的所谓输出民主论 单边主义去打人 其实不不可靠 第二个其实都是反过来证明 拉登作为一个体系 用激进的伊斯兰教义 去组织一个政府管治的国家 或者以一个激进的伊斯兰原教主义 去全球抵御西方的帝国主义强国 在《茉莉花》运动又好像没有出来 刚才长毛提过一些因素 譬如互联网因素是否这样重要 其实不可以帮它太高股 但反而我们之前向左望都说过 《若干集》也有说过一件事 就是反而我们会注意 内地的经济发展 或者内地的经济变化 会否反而成为了未来又可能出现 政治变化一个很重要阶段 因为很大程度上 现在大家都知道 内地都是靠消费或者发展 或者不断地基建 不论内地高铁学校专利兴建 就是使用大钱来 希望令到有一个经济繁明的景象 但其实大家知道 就是内地突然间透过这些方法 扶起来 无论你说突然间出现了一堆暴发户 然后就是希望透过 用起一小撮有些人来支持政权 但是如果你说将来的泡沫爆了之后 究竟会是怎样呢 我们之前都说过可能结果会很严重 反而会否在未来可能出现政治变化 一个大家考虑的因素呢 这个当然值得大家去考虑 其实问题就是在意什么呢 就是说在中东世界出现过的东西不是没有的 譬如现在在92年93年亦都有一个阿尔及尼亚的大选 是伊斯兰联合阵线赢了 第一回过不了半数 第二回被人禁止了选举 现在的问题就是我觉得似乎在中东和北非 一些伊斯兰的国家有些是比较温和的 其实这两种方法都好像证明是暂时觉得它是行不通 一个就是打进去一个就是用另一种方法 所以如果你说看Lewis那本信里面 当然可能我相信Lewis本身对未来中国的变化革命 是不是有一个可能性 甚至不要说远了 说香港的变化 香港政治变化 难道真的等十年之后由中央安排好的普选 能够解决所有政治问题 可能大家都会觉得 其实会不会由下而上那种变化 会不会反而是一个变革的力量 但是当我们去看回非洲或中东的经验的时候 我们绝对真的要留意 那个国家个别的政治社会经济状况 我们才能够落一个很确实的判断 就是说相同的经验相同的事件 会不会再出现在中华大地或甚至香港那里 等于我们刚刚早晨之后 我们都会知道才爷的财政预算案 可能是历年以来被人罵爆得最厉害的财政预算案 甚至有人会说 不如我们弄一个叫做洋子经革命 就在3月6日透过人民力量去逼财爺让步 但其实大家都知道就是说 究竟我们的香港人有没有一个准备 无论是心理或是心理去参与一场革命 其实大家都心中有数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当我们会很陶醉外国革命成功经验的时候 我们会不会应该看香港的情况 内政情况都应该清醒一下呢 我觉得其实当然是有几个原因 就是中东的经济体系里面 因为中东和北非的产业结构是单一化 要是旅游或是卖资源 他们所销售的产品或商品 就是价钱向下跌 除了石油曾经高涨之外 现在因为打仗高企 如果不打仗不是高企 所以其实他们得到的钱 相对于以前可能少了 但是食物的价格 必须把价格的上升 所以其实在一个年轻的国家 埃及的平均日口 好像30岁左右 自然是不会听政府说 亦都更加勇敢去抗争 至于其他国家来说 都是响应着这个浪潮去试一试 其实这亦都充分证明了 过去这些政权的社会基础非常薄弱 它是靠派档、愚民和残暴维持 它是一个专制 所以大家去留意这个政局发展的时候 当然当然 譬如说特别我说到内地无力化革命 你也见到其实官方 正在这个星期日 都开始进来一个 差不多是一个无孔不入的一个镇压 甚至一些疑似大家示威聚集的地点 你未开始之前 基本上内地的一些公安部门 已经用一种人叮人 又或者见到疑似暴行方式 去表达不满的人 都已经不管这么多了 当然我们会说 其实可能中国的经验 去到今次作为一种革命 很难用一种以往的一些经验去参考 譬如我们会说内地网民 透过不同的途径 无论是暗示或名示 就是希望参与者 透过一些具体行动去抗争背后 很大程度上 他们有没有一种延续性 去继续维持着这种表达不满的部分 而令到这个执政者 或者令到差不多胡温晚期的那一个管折 开始出现动摇 第一件事大家真的要留意 第二件事要留意就是 究竟现在国内的气氛 实际上社会的气氛 是不是真的低压到 就是慢慢不满的人 或者慢慢对政权 对政府不满的人越来越多 而慢慢有一种具体响应 这也是第二个要留意的地方 第三件事要留意的地方就是 就是我们会说任何抗争背后 一定有一个很大的故事在后面 就是刚才长毛也说过就是 如果连国内人 连流气氛波是哪个人都不知道 或者连中国由文化大革命之后的民主运动 由七十年代尾八十年代初的魏京生 或者甚至去到八八八九年的学生运动 完全没有一个认知的说 其实他们抗争背后的精神的理据 其实真的很薄弱 能不能够令他们继续持续性的维持 下去其实都有一个问题 因为在一个落后的国家 即是经济有落后 由于经济有落后 政治制度非常集权 不一而足 有些个人独裁 家族独裁 或者执政党独裁 或者执政联盟独裁 不要理他 这些这样的独裁 人民固然觉得 如果你不独裁就好些 所以他们其实是 当他没有能力推翻政权的时候 他就讲单一的要求 或者改善生活的要求 都可以有能力 最短事或者最物质 应该都可以用 很简单 如果他到了一个阶段 隐无可忍 其实也是隐无可忍 特尼斯就是一位大学生 不作业之后 找不到工作 接着他卖小贩 被人充公货物 他自焚而死 即是 和二百个事件 一位妇女在台北埋烟 埋私烟 香港有埋私烟 叫執先的队长 你给我 那队长杀人 被他削了之后杀人 搞出大件事 其实一般人会先看着眼前问题 但积累到一定程度 如果你有一个反对派阵营 指出整个问题 能够在适当时指出 当然运动会很快去转化 这是一个很简单的道理 现在香港又说要搞止经花运动 止经花运动是理据 当然有理据 但会否因为一个财政预算案 很扑街 现在保皇都可以修改 香港人都不收货 我觉得机会不是太大 太大出现指经花革命 如果你不是就不要说指经花革命 说得那麽大 没什麽意思 等于私奥华 我昨天见到他浪败了机会 好像他老人家八年龟老的时候 因为搞得太长 1月2日死 搞到3月2日差不多才完 距离今天是两日之前 其实他搞了2个月 第一很简单 他都是故意的 又不是故意的 如果是故意的 那就目不必 所有委员都不会搞2个月 那你屈服于特区政府的压力 即是无常理 那便愚蠢 你用一下老便可以 租个政府大门便可以 商业 很贵 很贵 所以这班人是无用的 搞到现在八千人草草收场 避试好食避囊都会划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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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人在剥花生吹水 还是转发成一种实质的力量 一种强大力量 其实有待观察 大陆的人不是无罪中 他不能提升一个 全国性的统一的政治要求 或者统一的要求 例如我刚刚教一科 叫政治社会运动 有个关键词很重要 就是连续 有无一样东西是连续到其他 不同背景的人 不同阶层 不同背景不同理念的人 可以连续在一起 那你一定要有一件这样的东西 当然如果看国内 究竟有无一个连续 有很明显的连续 似乎好像无 我们会见到 香港原本应该有这样的连续 又散了 法民主派本身有个连续 现在散了 随着民主党 在五区公投和政改方案的表现 已经散了 政治联盟也散了 关于民生联盟更加 民主党 现在在民生的问题上 真的非常闪熟 他个例如上次扔膠筋事件 他又不出声 无铃两可 鬼鬼祟祟 最流行的是上星期五 财委会到最后 我问李淑雁 李淑雁说也免得拖 由得他 我们提出一个宗旨辩论 如果他不行的时候 就投票走 但别人在庞定席的人不想这样 就吵 一吵的时候 刘慧卿在市紧威继续投票 我们走了 赞成双鬼祭反对政府的方案 那些议员都走了 剩下民主党及权贵 民主党应该投反对票 不知道是否戏权票 我忘记了 刘慧卿继续去 因为有天吵的时候 可以说休会 休会 因为那天只能延到7点20分 只有两次会 就下次讨论 下次讨论的时候 第一他们可能不够人 第二 在现在风头火势 分分钟连郊春都拿了 就没办法 刘慧卿就是需要 就好像配合他们 而不是配合示威那些人 示威和卜布那些 是要被人去抓 要控告的 刘慧卿好像无动于衷 就没办法 是不是 这个民主党 莫里花道 屁都不放过 是不是 所以我们想到 所谓泛民主派 民主党是否应该被踢出局 大家可能在香港政治 这一门祸 要重新理解 什么叫泛民主派 现在刘慧卿不知是谁入过众议 就是说超级区研的门栏 应该是十个人 不是十五个人 是吧 不如我回头说说Lewis那封信 你经常说江州事件 八十年代的民主党 应该是1980年 我做到手 应该是1980年 1980年5月18日 跟你有关吗 不是 那时候我记得我的示威 我手做到 我记得我份工在何时做 我就知道 大家认识不要多些 五一八江州事件 其实已经很久去抗争的结果 江州事件 是因为金大宗是江州的人 江州人觉得全走换政权 选举不公平 而朴正熙把金大宗当是叛国罪 判了死刑 不过也差点死刑 后来就特赦 因为一连串的斗争结果 而不是突然有个Twitter 所以大家要明白 Twitter或Facebook 只会令那样东西更快更容易做到 不是那样东西 即是叫做 最高决策是否 如果美国政府不同意 是没办法做到 因为南韩当时有美国驻军 而这个镇压的空降师 我不记得香港师 大几师 我就不记得了 但应该是得到美国驻南韩的最高权力机关 知道才可以用空降师去镇压 空降师当然是等于一支特总部队 或者特总部队是不同的 因为如果你在江州 叫江州人杀江州人 也没有人杀的 不知道自己的表哥 自己的舅父是否在 所以卡达菲也是雇傭兵 邓小平也是靠七大军区调兵 不是由北京军区的人去做 对中国大陆的影响 对香港的影响 我相信是重现希望 即是会觉得如果别人做到的事 我们都应该有机会做到 但要总结一个经验 就不是这样做一个横向的对比就可以 如果是这样的话 缅甸在1988年出现了血洗 即是选举 你可以说刺激 又不是刺激 顺序就是中国的六四 失败了 为何东欧会成功 成功之后 为何又不刺激中国 所以其实是比较复杂 通常来说一次大的革命运动 失败之后 其实是有时间去恢复的 因为第一 统治者已经摧毁了骨干 第二 就是人民不会轻易出来 因为他看到镇压的残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当然我们说一个革命的失败背后 有很多不同国家有不同因素 譬如说我们说到六四 其实有一些研究都会发现到 其实六四本身整个 作为社会运动的角度去看 最大的问题就是究竟当时的学生领导 或者学生领袖 其实有没有一个足够的能力去承担 组织整个学生运动 其实有很多之后的一些研究 透过访谈都会发现到 其实都有一些质疑在 所以我想 其实很多国家本身 因为建基于它的内政 它的政治制度 它们的权力分配 甚至它们内部矛盾本身的本质 而呈现了不同形式的一个 我觉得很简单 其实是一个很大的机会浪费 浪费了很大的机会 因为中共基本上 经过六四镇压之后 发展到今天 可以说它整个党已经堕落到 没得救了 当时在中共的党内 还有一些希望改革中共 希望更加能够 从中共国建党的理想去做事 自我完善 上次我们算是被人击击了 现在是比较难 当时如果中共不分裂 也不会民民会搞得那么顺 可以屡败 屡战 直到被人镇压 但是赵紫阳这个派系 不敢和他的头脱裂 也不敢和整个共产党的道统脱裂 这是一个很大的分别 而匡牙利很明显 未在匡牙利共产党下台之前 党已经一分为三 社会党、社会、民主党、空共 而波兰一早就已经是 和调节工会已经出来了 所以是不同的 你看回其他被动解放 如保加利亚、罗马尼亚 其实他们的民主进程也很可疑 如果总结内地民主运动 或不同政治事业本身的决定 或整个过程中 刚想起有三个关键词 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如果当时以赵紫阳为首的改革派 可能他缺乏了三个关键 就是快、狠、准 快的意思就是 如果以赵紫阳为首的魅力 或他自己的声望 可能和共产党决力 甚至和相关团体有一个连结 可能整个结果都不同 又不够狠 又不敢得罪邓小平 又不敢和学生有一个很大的连结 结果最多被人去远禁 又不够准 对刑制掌握 仍然对邓小平 赵紫阳第一次见学生 也是最幸福一次见 同学们我理事了 大家保重身体 我老了 无所谓 我们下一次再探讨 财政预算案问题 其实今天想说财政预算案 但没所谓 可能已改了 我们可以吃着花生顿看戏 下星期有一个更加深入的讨论 下星期见 拜拜